小伙子有点心 有想法 懂得音势 给仗打得不错 仗还没打完 难说 怎么回事 蓝军只会不调整 我说过了吗 难说 苏山峰 到 下达第三号情统通告 是 这种组织 当时的情况是 蓝军的指挥组 从蓝山转移至牛逼单 几位指挥组 指挥组 指挥组 其防律组织 有蓝军临时部署的 复合战区 从蓝军临时部署 从蓝山转移至牛逼单 几位指挥组 指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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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监兵也是监兵 先突出去再说 牛洞山和你们的蓝军 兼顾防守 如果兵力全是太大 我们不可能打过去 请就上级二十队加部战斗吧 不行 不能接手支援 咱们不会就此把手 你是说谁 演习指挥部 演习一开始 他们就不断地设置障碍 他们也许还会有新的招数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本钱用力 导演部方面 有没有别的信息啊 三分钟之前通报了 第一突击群的进展情况 他们就坐过了清水潭水库 一小时之后 导演部将下达 第四次敌情通报 你在监听导演部对话 你疯了 为什么不可以 从你提醒过我之后 我就一直在监听导演部 和蓝军旅之间的通话 你想干什么 除了一次象征性的事 原来 指挥部根本就没有 向突击群提供任何的援助 现在他们只是一个命令发布台 和一个敌情设置台 我要把它变成一个 信息转换台 你这是在犯错误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 打掉蓝军的指挥 而不是被蓝军打掉 现在怎么办 我们怎么能当算门 让人倒了泥 是啊 以目前敌我的兵器兵力 对比计算 地形不利又缺少之间 照这么拼下去 咱连裤衩都输了 那咱们该怎么办 撤 撤 对 你说什么 这一出情况 撤出战斗 石头你疯了 你要敢这样说 我当场逼了你 我不宰了你 我是你养的 报告 简余叔叔在增加 又有亲人推出演习了 是吧 哎 快去哪 你们大家 听我把话说完 导演部一直在为演习层层射减 意图很明显 就是要把参演部队逼到绝处 让我们从显出求生 从绝处求胜 如果 我们不能摆脱惯 我们不能摆脱惯常的思维方式 从决险处设计用谋 那么 我们就很难从蓝军手里 拿到这一份 那我们怎么办 手段 超长的战争态势 只能以超长的手段来对付 这才是取胜的关键 你是说 主动放弃 假意撤离 对 我们现在手中的王牌 只是通知 和王国手中 我们得利用它 好 我现在说方案 何志愿 你来不说 第一 联络12守卫离指挥 告诉他们 我们检员过半 放弃控机翼动 撤出战斗 集合地点选择在 蓝军模块 二 以12守卫离指挥部的频率和密码 通知蘑菇三营和公民营 要他们协访而已 同时 以导演部的频率 发出电视干扰 同时进行病毒攻击 切断蓝军指挥部 和导演部 及各个分队之间的通信联络 三 派出一个分队 向摩布尔营方向运动 牵制敌方注意 尽量的拖延时间 掩护其他分队 从防御结合部 果断地切入 迅速夺军 蓝军指挥所 需要说明的是 这一副如果卖出去的话 我们要冒着 犯错误受处分的威胁 而且执行撤出 和拖延战术的那个分队 再也回不来了 我去 没什么了不起 我去 大不了背着丑分 都别争了 这事只能我去 不行 你不能去 我需要你 能不能完成最后的任务 全靠这招了 拖延时间吸引他们 那是我的强项 你们太嫩 骗不过对方 也抵挡不住对方 不过成什么结果 由我一人承认 承认着 大伟 荣誉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可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员 经验对你很重要 你不能半岛先出战斗 还等什么呢 降变了吗 让我 你不能阻挡不住 你不能阻挡不住 给你 她再一吟 我 你不能阻挡不住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